大家好,我是雲荡 今天的世界大賽第三場 竟然在9局下有一波想要力往狂難的氣勢 但最後還是敗下陣來 楊姬在世界大賽連輸三場已經被到齊聽牌了 在這三場比賽中 除了這名自由人FREEMAN真的是強心臟 在世界大賽場場都有全雷打 而且都是一棒定勝負的關鍵彈 楊姬方面 講攻Stanton被發的成果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努力的也扭轉楊姬的逆境 不過楊姬的打線連串 卻常常斷送在整個季後賽都不再狀況的Aaron Judge 就算Soto、Stanton在怎麼努力的製造機會及青空壘包 甚至連後段棒式的連串都沒有法官的份 法官慘歸慘,究竟是多慘呢? 就讓我們簡單回顧下這三場法官的表現是如何 究竟對楊姬的攻勢造成多大的傷害 我們直接下結論 法官在這三場十二打數一安打一寶送 兩次的上壘都是壘上沒人的情況 這種打擊成績是十分的不理想 如果把法官的名字遮住 被放板凳也不為過 而這十二打數有高達7次 壘上是有人的 甚至有幾次是逆轉戰局的關鍵打席 那表現是如何呢? 就讓我們一場一場分析 稻奇的先發群在氣候賽一度失控 但靠著神用的牛棚硬勢停進了世界大賽 是否能在世界大賽回穩 一直是個很大的話題 這場的稻奇主戰是菲爾蒂 法官第一次的打擊 一壘有人一人出局 不過並沒有擴大攻勢 匯通了兩個變化球 四球就被快速三陣解決 三局上又再度對變化球沒折 被配了兩次低角度的彈指曲球 再度領了老K 而這場最重要的 絕對就是六局上 這一局由Soto打頭陣 昨天低角度的犀利滑球敲出了一兩打 然後法官馬上跟上 用三陣送出了第一個出局數 為了說法官沒有加入這局的攻勢 是非常傷的呢? 下一棒的獎攻在法官被解決後 馬上打出了一發兩分炮逆轉戰局 而後段棒次也在安打和道雷的串聯下 硬是創造出了滿雷的攻勢 只可惜最後未能增加保險分 導致球隊在八局被追平 最後在延長賽敗下陣來 進入完在第四個打擊 法官敲出了一雷安打 不過兩出局下的安打 實在是很難創造出一波新的攻勢 下一棒獎攻出局 這一雷安打也化為虛 而這次安打也是目前法官唯一一隻安打了 但你以為這就完了嗎? 剛剛我們不是提到八局下 倒極把戰局扳平 其實在九局上 楊姬差點也能用一波攻勢再次翻轉戰局 只可惜這波攻勢結束在法官手上 一二類有人 兩人出局的情況下 無法掌握正宗偏高的訴求 只打出了內野高飛球結束了這半局 這是非常傷的結果 因為這讓楊姬不得不面臨延長賽的挑戰 最後的故事我們也都知道了 自由人的霸氣慶祝方式 以滿罐砲結束了這場比賽 其實看完第一場法官的表現 就可以知道法官肌肉賽的狀況根本還沒有回來 不過教練卻沒有打算更改法官的棒次 這場三本遊生徹底覺醒 六連一局只被打出一隻安打 封鎖了整個楊姬打線 不過你說楊姬就這樣做一代幣 勢必是要來一場反撲 九局上在三番的領先下 到起還是決定退派出守護神Trainan關門 畢竟這名36歲的老將 前一天才剛投1.1局 這場優要上是真的有一點點勉強 而這場雖然滑球依舊犀利 不過高調直球卻沒有那麼有成效 楊姬打線看起來也是鎖定滑球進攻 盡可能的破壞球路 並抓準時機適時一級 Soto再度開創攻勢 一隻一雷安打 以及投手的暴投 讓法官有了二壘有人 無人出局的大好攻勢 結果卻連殘鬥的跡象也沒有 硬生生被Trainan的三顆滑球三陣 楊姬的反攻號角再度有了斷層 就算後來蔣公的40安打送回1分 後段棒次再度將壘包堆滿 但最後還是沒能扭轉戰局 在課場二連敗 那今天這場 法官依舊擔任球隊的第三棒 依舊在壘上有人的情況下 無法有所貢獻 第一局拖天子在壘 他卻被吞K 第二局Soto在壘 卻被內角球騙到 要不是到期投手手臂有些瑕疵 有極高的機會會形成雙殺打 不過第八局的法官有比較回神的跡象 在連續會空兩顆壞球後 像是想起了什麼 對接下來連續三顆低角度的引誘球都未出棒 保送上了一壘 不過楊姬並未延續這波攻勢 最後還是輸給了稻奇 被稻奇聽牌 在這12個打擊中 法官吞了7K 雖說他在這場後半段看起來是比較有回神 但卻也不能證明什麼 如果楊姬想要拿下下一場的勝利 勢必要讓打線的串聯最大化 除非你要賭法官會在下一場回神 不然把法官吊到後段棒次是教練必要的考量 畢竟例行賽兇猛 季後賽熄火的球員我們也見多了 當年楊姬也是把ERROR吊到第八棒 所以我不認為把法官吊到後段棒次是不明智的選擇 如今楊姬已背水一戰 若再度上演法官中段攻勢的劇情 教練的調度絕對會成為所有機迷心中的那股怒火